常常会在社群发文或晒一照 和粉丝分享生活近况的小S 日前突然在脸书po出一张 一边眼睛上面包着纱布的照片 发文透露要去录小姐不吸地时 眼睛忽然感到异常疼痛 当时她觉得应该是把隐形眼镜时 不小心弄到 才会导致眼睛疼痛不舒服的状况 并表示当天只好以这个样子主持 五日她再度在脸书发文 和粉丝们分享眼睛的状况 她晒出眼睛纱布已经拿掉的照片 发文透露索性她去就诊后 医生跟她说真的是很小的擦伤 但也提醒她追剧要适量 还补充说最好戴蓝光眼镜 粉丝看到贴文后 纷纷地提醒她要多休息 另外还有人好奇问她 最近是在追哪一部剧 有点好奇 有点好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